今天和大家去聊一个事情吧 因为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 当然很少 很少就是一个月就是 排任务 我排满30天 有没有 但是40小时讲 我还没有经历过 还没有经历过 但是排个25、6天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我也看到过 有人连着排30天 也是有的 因为我看到网上 就是也有人发 发这个排的计划 怎么说了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 大多数的省员来说 可能觉得这是好事吧 是吧 因为多排一天 就意味着都有一天的收入 并且一般情况下 各个机构都有 都有一个这个 类似于加班补助吧 我认为是吧 因为国家规定的是 一头你必须要修两天 按这个法律来说 对吧 你天天这个 我们说是什么 说这个认证行业 是吧 认证机构 天天跑人家企业里 拿着天文望远 进去望人家 是吧 找毛病 并且咱们很多时候 做的审核 其实是一个合规性的审核 尽管我们说 认证审核 并不是合规性的审核 但有时候我们忙忙 现在就干点事 如果说自己都不合规 那是不是个笑话吗 对吧 有时候我们做的事 好像就是个笑话 所以认证机构 一般都会 如果你超过20天 或者22天 20几天 是吧 都会另外再给一些 补助的 有的多 有的少吧 是吧 这个 每个机构不一样了 但你肯定要给一些嘛 否则的话 就是除了你在原来的审核费之外 还会再给一些补助 我认为就是类似于一个 加班的这样一个性质 这样补偿 所以呢 肯定是好事嘛 如果说你一个月能够排满二十五六天 那你意味着肯定就多个小几千块钱是有的 你想一天基本就三百 多个三四天 多个三四天就一千多 会有些两三千 三四千 这会多一些 这不是个小数 说实话 还是我说啊 这个行业就是4050再就业工程 大部分审核员离开这个行业是找 找不到比这个行业更好的一个工作 我实实求是讲 当然这样可能会得罪几乎所有的审核员 但是这是事实 事实我们就 不管你接受与否 说实话 事实就是不管你接受与否 它就是事实 所以说 大多数的成员肯定觉得是好事 其实我开始觉得好像也是好事 但是后来 你仔细想想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倒不是我去 因为韩恩这句话 就我的课程 我的课程啊 包括我每天讲的东西啊 并不是说娱乐 娱乐审核员 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很窄 也就这些审核员啊 你说窄吧 也全国十几万人 是不是 每年 每次考试也十几万人 包来包去啊 包来包去 包来包去 也挺热的 就这么个行业 反正就这个行业人吧 关心这个行业里的事 是不是 企业可能有时候都不关心 顶多就是 有的企业可能就是拿个字 是吧 就是招标 投标用一下 是吧 跟企业实际用心就两张皮 当然说企业实际用心 两张皮 是好多个原因造成的 我们也有原因 我们也难求其辙 是吧 难求其辙 好像其辙 难求其辙 好像有这么多 所以 一个月排的这么多 说明还有个问题 就是 这个事也就那么回事 是吧 你想如果说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好 就是说 好多人都愿意进来干 是不是 那一竞争 一激烈 那你就排不排这么多 但是为什么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呢 还是因为说 还有没多少人 当然也有很多人进来 就4050人都喜欢进来 但是像年轻人 仅仅还是少一些 当然年轻人在这个行业里先天 也没有什么优势 是吧 因为这个行业要你的工作经历 什么了 是不是 那你 没有过多的工作经历 也 也 也不做好事情 或者说也 也没有办法去 这行业 不太 也不是说不看能力吧 就好多审核员 总以为自己 由于有能力 才在这个行业里 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其实他们 往往是 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行业 有好多人 是自我感觉良好 说实话 总以为 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吃饭 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所以 怎么说呢 说的太重 好像又不太好 但说的轻呢 好像我觉得也 也没啥意思 反正还是那句话吧 不管在什么时候吧 居然示威 是吧 其实忙 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也不见得是好事 是吧 就是概念 所以我还是 个人认为吧 不管什么时候吧 还是保 就是 因为这个行业 年龄不是劣势 不是特别大劣势 除非是 我们不讲年龄 是讲身体状况 当然说年龄大了 肯定身体状况 就不如年轻人好 这是事实 但像四五岁 甚至有的五六 六十多岁 都身体真的很好的 也好多 好多在做生活 七十岁 在做生活 但是 但是那个什么呢 就是 还是我们要去想办法 去和年轻人去竞争 竞争年轻人 去做这些事情 当然好像今天我讲的 有些 国际不太通啊 但是懂得 可能都懂我说的意思 还是要去 去琢磨啊 就是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 这个社会啊 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们怎么才能说 朝那框去努力 是吧 朝那框去 去发展 当然好多人就是 进这个行业 十字球的讲究 类似于半躺平的状态 反正就是 也排的挺满 好像也挣到钱了 是吧 那多少挣到钱了 甚至比在企业里 挣得更多 但是 长此以往 还那句话 一个行业 总会发生一些变化 是吧 所以我一直有种危机感 这个行业可能也会 发生一些变化 当然这个变化呢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或者什么时候 这个变化会来到 我也不知道 当然我这么一说 好多人会很生气 是吧 但是因为他们不学习了 或者学习的这种动力 已经不足了 或者学习的行动力 已经不足了 你这么一说 他肯定不爱听 我听好 你看我一天拍三十天 我一个月挣了 两万块钱了 是不是 你说我都不行了 是吧 那谁爱听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吧 我录的视频 一般大部分人好像也不是太听 太爱看 是吧 人家都开开心 一个月挣两万块钱呢 然后你告诉人家 这个事情不可持续 或者这么做不可持续 对吧 谁爱听 但是我觉得 这只是 只是那种 昙花一现吧 或者说是一种 特殊情况下的 特殊的一些情况 并不代表说 这个行业 长期都是这样一个 一个状况 所以还是要去 要去这种危机意识吧 别的 别的也 也不想说的太多 也没啥用 好吧 好 那个我们再 再录一个这个 关于我们这个 复习体系啊 也就是复习课程的 一个宣传片吧 因为隔几天 我就更新一下 因为我们课程在 不断的去调整 不断的更新啊 所以我们这个 宣传视频啊 也会持续的更新 是这样啊 因为目前我们只招收这个 一次过五科的学员 或者一次去报五科的学员 一次报一科两科的 我们目前是不招收了 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 一个特点吧 是吧 我们的课程体系啊 因为是学员都是这个 一次啊 一次过五科的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 这个单科或者两科的学员 当然我们 目前已经是只招这个五科学员了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课程体系里啊 我更多的喜欢把它叫成一种复习体系啊 我们把五科的界限 我们把它去 去把它拆掉 我们在整个的课程复习中啊 就把它用一体化的思维 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有什么好处呢 还是咱们说的 因为咱们这个复习啊 或者去报名辅导课程 就是为了通过考试 并且 我一直强调什么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考试 我们不要更应该是高校通过考试 是吧 你一个考试就考个半年一年的 考个这个两年三年的 没什么意义 哪怕说现在这个协会的这个 考试的次数增加了 是吧 但是你 你要想到 就每一次的考试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的竞争 每一次的竞争 你总比别人晚 那么两个月三个月是吧 日积月累 你比别人晚的可能就十年八年的时间 所以还是那句话 只增朝夕 我们既然做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做完 把它做好 在整个的 因为审核员的考试 这个人 审核员的这个考试啊 它只是 审核员这个行业竞争的一部分 或者一个最最基础的一个门槛 如果说你在入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已经比别人慢慢拍了 是吧 那你之后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就是道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程啊 也就非常坚决啊 非常果断的啊 我们只招这个 一次过课 一次想考课课这样的学员 所以还是那句话吧 我们努力啊 努力就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把效率让它更快 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去 更好的适应这个快速发展时代 否则的话 被时代淘汰啊 或者被时代抛弃啊 这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课程啊 或者对这个体系啊 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这个微信是我自己的个人微信 你可以问一些 咨询一些这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但如果不是那个课程相关的问题啊 就是是这样的 因为有人加了我 他也不是为了报名啊 也不是为了参加课程啊 或者参加我们的复习背后体系啊 他更多的是为了问一些问题啊 你说问我问题啊 我又不能回答 甚至求是讲啊 我又不能说不答 是不是 不答的话 你肯定觉得 这个李老师怎么这样这样 是吧 不好 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公益讲座的QQ群啊 这个如果说你有什么 关于注册室员考试啊 或者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你可以加到这个QQ群里啊 我每周 目前我的进度是每周都会有公益讲座 你在公益讲座上问 你不要什么问题啊 你不要什么问题都来加我的微信啊 然后问栏文区啊 说实话 我目前走的经历是在这个课程的学员身上啊 我没有那个经历去回答你那么多的问题 你可以加个公益讲座的QQ群来问我 报名就是我刚才那个 呃 管他们的回去 报名的话 你就加我这个个人的微信啊 如果说你就是 问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啊 你可以问没问题啊 但是 仅限于你在这个公益讲座上问啊 就大概就这个 这样一个啊 一个安排吧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 还是这句话 就不管你报不报名课程啊 不管你跟随学 加快速度 当然还是那句话 呃 报名我们的课程啊 肯定会让你节约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啊 时间其实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对吧 就是个道理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餐厅人没有办法去教育 只能去挑选 我们的课程其实也是挑选 最优秀的 就是整个 整个行业里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学员 就这样的道理